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NSS Data Center的用户身份感知能力 这里的演示场景是通过RDSH的远存桌面绘画 来访问这个应用 所以我们首先建立一个RDSH的服务 它的地址是70.13 这是一台RDSH的虚机服务器 同时我们在每台服务器上 也部署了客户级侦测的虚机 用它来辅助识别当前的用户绘画和用户身份 我们到防火墙的设置的控制台 来设置防火墙规则 要识别用户身份的话 要激活Enable User Identity at Source 这样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就是让 Active Directory的用户组的信息 能够映射到分布式防火墙里面 从而使得防火墙规则可以对用户身份起作用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组RDSH Demo的防火墙规则 它被标志成为Identify Wall 总共有四条规则 就是控制了HR和Finance用户对于两类应用的访问权限 规则的Source就是定义了有哪些用户 它就是映射了 Active Directory里面的用户组 这个规则的Destination就是定义了访问的目标 也就是应用对应的虚计的组 那么这四条规则就是允许HR员工访问HR应用 允许Finance员工访问Finance应用 禁止HR员工访问Finance应用 和禁止Finance员工访问HR应用 这个是符合日常的规则的 那么注意这四条规则目前还没有生效 所以我们到客户单去检查一下规则生效之前的情况 这里左边的窗口是一个RDSH的远程桌面绘画 它当前是以Finance Admin用户身份登录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户对于Finance应用 和HR应用的访问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的 当前它可以通过Web客户端的正常的访问Finance应用和HR应用 这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防火墙规则还没有生效 右边这个窗口是另一个RDSH的桌面绘画 是以HR Admin用户的身份登录的 同样的我们检测一下通过Web浏览器的话 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访问HR应用和Finance应用 那我们看到呢 目前HR Admin也能够正常的访问这两个应用 因为这个规则还没有生效 接下来呢 我们到这个防火墙的控制台 我们把四条规则全部都激活 然后把它发布出去 那么现在呢 这四条规则应该都生效了 所以呢 现在的话呢 Finance员工应该禁止被访问这个HR应用 HR员工应该禁止去访问Finance应用 我们去客户端检查一下 左边这个窗口 是这个Finance Admin用户的远程绘画 所以呢 它现在已经不能够访问HR应用了 但是呢 它能够正常的访问Finance应用 这是防火墙规则设定的结果 这个对于HR应用的访问呢 就Timeout 这说明这个防火墙规则呢 已经起作用了 右边这个窗口呢 是HR Admin用户的远程桌面绘画 同样的 它已经被禁止访问Finance应用 但是呢 它还能够继续正常的访问HR应用 刷新过后 我们看到呢 这个 它对于Finance应用访问呢 也超时了 这个说明了防火墙规则已经生效 那么在这个控制台上呢 管理员呢 也可以很方便的看到 这个防火墙规则的话 当前是对哪些用户 对哪个这个桌面绘画 是起作用了 所以通过这个工具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去检测 当前有哪些用户 在对哪些应用进行访问 好了 刚才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NSX Data Center的 这个身份感知能力 以及它跟这个RDSH 这个服务结合 如何来控制用户对于应用的访问 这个呢 称之为这个身份防火墙功能 是顺 Abby yap 是那个 然后 sponsors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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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